为了鼓励大小朋友走出家门一起运动 明天香体育会今年特别举办《魅力茶香加年华》活动 不仅设计许多闯关游戏 也加入了在地农产品的元素 让民众透过闯关的方式来活动身体 希望借此带动地方的运动风气 刚才我们这个理事长说 现在身杰五千多人而已 所以办这个活动很好 我怎么说呢 我们身杰也来很大厅 我们理事长大厅也来很大厅 那我都比较少年 都要来三十万里厨 我四十年厨 我这个也没有效 我以前是民间初中 所以人家要运动 我都在推荐 要提供民间的最出名的茶 茶叶 以前走准去五十个国家 都用中出的成功茶 继续我们身杰的英材 所以 我们民间中一定要进入 推荐我们的东西 普通时要多压运运动 这样才会越来越健康 人家说万贯的家财 财富健康的身体 这样我们学会一向运动 要持之以恒 一直把它 常常把它做出来 常常运动 这样对我们健康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今天的活动 相当的成功 有很多的社区长辈 都一起过来 所以最后祝福 所有今天与会的长官来宾 帮助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预祝我们大会成功 棉乡体育会理事长黎燕慧表示 感谢南投县政府 与南投县体育会的大力支持 这次在民间国中的 魅力茶巷嘉年华活动 不只邀请乡内各社区排舞班 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也有邀请三观国中棒球队 带来气势蓬勃的藏舞表演 以及许多趣味的过关活动 经营了不少大小朋友 一起来活动身体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是一个适合办活动的好日子 在这里很深 感谢我们南投县县长 我们许淑华县长 还有我们南投县体育会理事长 罗理事长 对我们这次活动的经费的支持 也感谢我们李祖阳议员 真给我们倒三天 在后面给我们倒三 我们才能经营到这个外党的经历 也很感谢我们代表会 我们蔡副主席 我们这代表 他们都是民间乡体育会后盾 如果没人 我实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也很感谢我们这村长 我们这村长 都在村里把我倒壳人 还有我们的理事长 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民间乡体育会 我们这一些会员 我们这一些团队 告诉你们 我们民间乡体育会办到了 我们以前我们都还没有单独自己一个办这么大型的活动 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在这边 办这个活动来办成功 一个活动要成功 需要很多的人事物的配合 也很感谢我们大家 也非常感谢我们公协社区 还有三光社区 我们这些漂亮的姐妹们 今天要看你们表演 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乡 八间小学 两间国中 我们这些校长 我们这些孩子的配合 今天我们三光棒球队也来了 非常的谢谢你们 更加感谢我们民间国中 我们宴校长的团队 借我们这么好的场地 我们才可以如期的举行 民间乡民代表陈秀美表示 这次活动可以看到民众相当踊跃的参与 相信在未来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一定能够扩大举办 非常地荣幸 看得出来说 我们宴会理事长真的会长得用心 我们再次给他鼓掌 今天我们一定要来参加 长期以来 非常地荣幸 我们新北社区 都接受了我们提委会 我们的 院理事长 还有接下来是我们 那个理事长 长期都对我们新北社区 非常地帮忙 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 也谢谢你们 谢谢 看到今天这个活动办得这么圆满 你就知道说 大家都对这个运动体会 大家都非常地用心 相信说 日后我们会 再继续增加下去 理事长刚才非常地担心说 怕说没人 结果你看 我们这样 人才继续这么多人 相信说 日后我们的活动会越办越好 在这里也祝福大家 胜体健康 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仙元宁路洋当天也到场参与 并肯定主办单位规划活动的用心 结果民众闯关运动的同时 进而认识在地特色非常特别 那在这边先跟我们来参加 今天这个活动的所有的长辈们问好 我是南投先议员林如洋 大家好 我先跟大家借用大家的双手 先给我们最认真的 民间体育会 以李宴会理事长一个掌声好不好 另外要再跟大家再借一次双手 给我们三光国中棒球队的孩子们一个鼓励 三光国中棒球队在我们的南投的成绩真的非常的好 我记得上次也是得到我们那个 呃 狗六市长杯的冠军 然后也有在县政府跟许县长有会面 我跟大家再借用一个双手 给我们三光国中棒球队一个鼓励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没那么多 所以很高兴今天这样的活动 我们很多的 我看到很多的大哥大姐 我们都一起出来 不管是我们的跳舞还是我们的散步 还或者是我们的练功 其实只要我阿公以前常说要活就要动 大家为了身体的健康 我们要运动之外 也很高兴我们的帮球队这个竞技的活动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 那这次很高兴我们的体育会 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除了让大家一起出来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之外 也结合很多我们民间乡在地的农产品 可以让我们民间乡的农产品 让各地都知道 把我们民间乡的魅力推展出去 希望这次的活动 除了能够让我们民间乡的运动风气 越来越好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认识到我们民间乡有很多的农产品 让我们的农产品可以推展出去 先议员张万辞者表示 在台湾对于运动权益等方面较不受重视 也特别感谢理事长致力推广全民运动的用心 未来将在议会持续努力 争取经费扩大办理 我叫张万辞 很欢迎今天我们来参加我们这个 魅力茶香加年华的活动 因为我们宴会啊 其实也一直在致力于说 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的老人家的运动方面的一些项目 其实其实我们台湾对我们的运动 我觉得重视但也不重视 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福利也不是很好 那丸子在后也跟我们的如洋议员的立議会 多多来提倡我们这个运动的好 再来保障我们的运动员的一些保障 那也希望说我们很多民间 我们很多社区都会办很多活动 希望来让我们的社团人来运动 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用 那丸子也一直都在说 你们要吃百年以上 你们吃百年以上就是实施的好夥 希望你们能够保障你们的身体 如果有办多长就够去多长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也非常的认真 在练球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学术上 我们的读书运动的样样不舒人 我相信我们民间乡的学校 在学习上还有我们的运动上面 都可以给你们非常多的良好的教育 那也希望说你们可以认真学习 然后快乐的学习 感谢大家 也预祝今天的外团完完成功 现场活动由老师带领民众 透过音乐搭配舞蹈的方式 达到伸展筋骨热身的目的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参与 民众在闯关的同时也能够爱上运动 我们小生也要很感谢我们体育会 很多我们民间的 不管运动的会场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 他们的影子 对我们地平的运动 我们老是大人的 就像我们社区也都有保障 都有给我们保障 自然也很开心 带来参加这个外团 跟我们这些社团人 还是我们这些长辈们 可以共同 要火就要动 我们说要火就要动 也很高兴 也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外团 今天 小生也要感谢我们 我们院会理事长 他真的对我们社区 或者是各方面的我们地平运动 运动的一些运动 声势 他都很专业在给我们推动 在这里我们也要祝福今天的活动 万万成功 今天的活动 我也可以来参加 跟我们来共同 来参加这个活动 在这里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因为是在我们民间的 来说也很了解 很熟悉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 大家来参加 我们这个 魅力查乡 嘉年华会 所以说在今天也希望 我们大家可以 以后 可以叫我们出名的鸡票 来参加我们这个 外团 在这里 我们来祝福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先愿由好 感谢民间乡体育会 理事长李彥慧的用心 透过活动的举办 让大家一起走出来运动 除了能够强健身体之外 也尽能将在地 优责产 向外推广 那在这里的话 也特别的 感谢我们的 局委会理事长 我们的燕会理事长 那在今天 这个假日也举办 那么好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带大家一起走出来 还在全民运动的一个过程中 能够增加更多 有趣味的一些 一支活动 那同时也推广我们的 地方的农产 还有包括 我们在地方 我们最好的茶叶 那我们很肯定 我们体育会 我们宴会理事长 跟所有干部大家的用心 那也希望说 未来 他们好的活动 还能够借由体育会 包括宴会节 还有包括在座 不管是我们的 副主席 我们的代表 还有我们的村长 以及大家能够继续一起的来多多推出 那包括我们许多的议员同仁都非常的关心 那我相信 这个许多的好活动 不断的让大家走出来 还让地方的很多的一些 我们茶香之美能够多多去行销 那其实对地方来讲就是最好的事 那有话在这里也特别跟大家祝福 那开市民党都会我的手机子啦 那有什么后悔的给我交代这个 然后过程也讨厌民间国小 所以自己的 在地的大家心事交代不要客气 此次活动共设计六个关卡 包括跳绳 丢球 蝶杯 跳拳圈等 吸引众多乡亲共享盛举 也期许 未来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能够持续办理 截止达到全民爱运动的目的 我们民间乡好山好水好风景 我们有很多農地产品 今天我们就结合我们民间乡的农特产品 将我们的农特产品跟运动来结合 我们利用了很多的游戏 设计了六个关卡 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民间乡的魅力 也希望说我们民间乡 可以让我们全台湾省的民众可以知道 民间在台湾在南投 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来我们这里买我们这里好的农特产品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可以来参加日后 民间体育会在办活动 也希望大家能够像今天一样 来跟我们支持来跟我们鼓励 你们的参与就是我们办活动最大的动力 感谢各位祝福在座的所有的长官 所有的贵宾 大家都身体健康活力满满 如样我在议会里面 我也会继续来支持我们在地的所有体育的建设 未来即将在我们南投县政府的斜队面要推展这个国民运动中心 目前已经完成这个可行性评估 我们接下来会在南投县政府的斜队面建造一座大楼 以后我们要做所有的运动 我们在那座大楼里面都会有 所以希望说未来我们的运动的场馆 我们运动的环境都可以越来越好 那在这边祝福所有的我们的乡亲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未来我会继续在议会支持大家 此次的魅力茶香嘉宁华活动 除了推动全民运动 藉由融入在地农测产品的元素 也进而让参加的民众 更加认识到在地特色 议员们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并期许未来能够持续且扩大地办理相关的活动 以带动地方的运动风气 让相信都可以健康乐活的每一天 明日新闻球本军专题采访报道